今天这间的情况就不同了 今天这间餐厅可以说是站在日本天婦罗最高最高 No.1地位的一间店铺来的 吃过这间餐厅你就知道全日本最顶级最美的天婦罗是什么质素了 今天我来这里也是抱着一个朝圣的心态 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视山居围于洞径道江洞区 附近是住宅,没有街行 价钱是20,900日元一个人 不做walk-in一定要订位 info box有连结 有任何问题请直接联络餐厅 我们早了一点到 登记后店员就带我们上三楼的休息室 这间房放了很多老板珍藏的古董 够早就会有店员带你去一楼或者二楼用餐 我们刚刚坐下了 我刚才提供了私家房 完全没想过 这间房很大 可能足够20个人 刚刚店员就帮我们准备好天婦罗汁 它这个天婦罗汁有分不同版本的 这次我们吃这个是专业给夏天的 今天来这里拍片 如果要品评食物的话 那个难度是真的非常之高的 因为这间餐厅和祖月女师傅 绝对是日本以至到全世界 做天婦罗地位最高最高的那位师傅 没有之一 它就是最厉害最高的 近代吃天婦罗所有的标准 到底怎样才为之漂亮 所有的标准都是它带出来的 师傅其实之前是做过很多 不同的媒体的访问 很多这些访问 甚至乎有些关于它的书 其实我也有看过 但是我今天在这里吃饭 我一直从第一道菜吃到最后一道菜 我就留意到今天在这里吃的天婦罗 和师傅之前他形容一个100分的天婦罗 其实是有少少差异的 就是说今天在这里吃的天婦罗 并不是他在一些访问之中 形容一个100分的天婦罗 应该是怎样的状态 有少少不同的 那预定的时候 有点要注意的点就是 它有分包厢跟吧台 你要选吧台 才能看到那个老板在炸的样子 好不好 那我先去吃 哦那这是今天的菜色 大概有13道菜 会跟着季节做调整 哦那其中我最期待的就是 那个第11道 鰻鱼 菜单的背面有这一间店 还有老板的落款 真的是处处是用心 店主人本身是一个艺术爱好者 所以他店里面的种种摆设 种种物品可以说都充满了酱心巧思 比如说这个是装酱油的 是不是也很美 那这个奇怪的小铁盒 我一开始以为是快驾 打开一看 哦原来是放牙签的 这么用心 好这段 光总是过得特别快 又到了拿出钱包来 这样的时候了 我们另外又点了清酒 所以总共花了这些天 小爸 哈哈 那 花了多少 三万多日币 有快四万 那 我来一开始有公金 就熟气了 哈哈哈哈 从来 就是 为什么 我真的知道 为什么他叫天附罗之神了 就有好 他把他说到哪里 好 你照着 原来 有什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